各位曉晨 欢迎收睇星期四朝早的天气报告 我是沈志泰 昨天智阳光不错 今天天气我们先可以出去长洲看看 我们看到今早来说 云量相对地多一点 如果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 就可以看到 其实华南沿岸地区 仍然受到古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今天来说低云相对地多一点 这些低云之间都有些粒粒 我们预料日头都可以看到一些阳光 接着可以先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测会是大致多云 初时会有一两阵的着雨 而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概是27度 风方面会吹和缓的东风 初时离岸的风势会是间中清静 未来周期期间的天气 可以看看一些电脑分析 我们预料低压槽 就会在今星期的后期 到下星期初 影响华南沿岸地区 和南海的北部 到时我们的天气 就要视乎这些不稳定天气的发展 沿岸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雷雨 所以看回展望方面 我们预测未来这两天 就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 下个星期初 就会有几阵的着雨 今早的天气报告就到这里 下次见